所以换说来说 其实红底褥 如果你本身是生于五月到八月 也就是厉害我们所说 你是夏天火多的说话 你穿红底褥不但不能够化解你的太岁本命年 反而你的火太多 是会代表你很容易有心脏的毛病 或者血液的毛病 所以反过来 可能是一种心脏病的一个催泪弹来的 所以红底褥不是一定好的 所以日本人去大量推销红底褥 说个个都可以穿得 这个理论是值得大家要小心和参考